欢迎回到独立特派语言的节目现场 联合国在今年二月底宣布 南苏丹正式进入饥荒期 并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 但其实除了南苏丹之外 在隔壁的苏丹共和国 内部也因为常年的征战名不了声 独立特派员的太岳记者杨志强和NGO团体 潜入苏丹的努巴山脉战区内部 目睹了这场内战所带来的惨状 政府军为了不让内战的消息曝光 封锁努巴山脉对外的交通 但这也让努巴人的生活 一天比一天困难 因为无情的战火 努巴山脉的居民们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再加上当地没有妥善的避难设备 居民们只能躲到山脉上的石凤中 当战机来轰炸时 缩在狭小的空隙之间 祈求炸弹不要落到自己的头上 成了石凤中的难民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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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张张令人不敢指示的照片 诉说着苏丹政府所犯下的暴行 在苏丹南部的努巴山脉 一场不被世界注意的战争 正在席卷这片平静的大地 人道危机开始蔓延 空袭来了 五八族士兵急忙寻找掩护 躲避从空中掉下来的炸弹 苏丹政府军与反抗军 在一阵里来我往的交火之后 挂着苏丹国旗的政府军战机 找到击落 但叛军这边也出现了不少死伤 双方军事人员的冲锋陷阵 人员阵亡属于预料中的事 但无情的战火不长眼 也搏击到了附近冲落中 不顾的百姓 战车火炮口喷出猎烟 大地为之撼动 2011年7月打了数十年 看似无止境的内战 南苏丹成功独立 成为新兴国家 几家欢乐几家仇 这让一直跟苏丹人民解放军 协同作战的努巴人 失去了最大的依靠 但努巴族仍不愿放弃 自己组织努巴反抗军 继续对抗北方卡土木的 阿拉伯人政权 苏丹共和国1956年 从殖民者英国手中独立之后 在北方以阿拉伯人为首的政权 以及南方的丁卡 及努巴族区域之间 除了种族冲突之外 再加上阿拉伯人普遍信奉伊斯兰教 跟南方所信仰的基督教 以及非洲传统信仰格格不入 双方水火不容 而在2011年政治折冲之下 南苏丹独立的范围 并没有包含努巴黑人居住的区域 而这也让战场从南苏丹 移到矿产丰富的努巴山脉 苏丹政府要地不要人 采取了极端手段 在那时期末末开始 日常的攻击 甚至在夜的时刻 在夜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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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历导的历导人 他們移動了許多人的公園 在我們的區域 因為有很多困難 因為有很多困難 因為有很多人 但在同時沒有任何人接觸 他們開始使用食物 去禁止所有聯盟 和聯盟聯盟 在努巴山脈上看不到聯合國 或是其他國際組織的蹤影 因為蘇丹政府表示 若人道資源要進入戰區 必須先交給政府 再由政府交給努巴人 但這樣的說辭 聯合國並不買帳 也因為如此 努巴山脈上什麼都沒有 努巴人只能靠自己 這位士兵就是省長的護衛 雖然裝備是制式的AK-47步槍 但是沒有軍靴可穿 只有拖鞋 他們也被稱為是拖鞋戰士 烈火熊熊燃燒 稻草搭建的房屋就此復之一句 居民們忙著用水交洗 找到空襲後 殘缺不堪的建築 住宅跟學校的牆壁上 戰爭的烙印明顯又嚇人 面對如此的慘況 老百姓們只能無語問長天 蘇丹政權使用殘忍的手段 就是希望努巴人知難而退 離開這塊他們垂岩已久的富饒之地 而他們沒想到的是努巴人 居然起而反抗 但只有輕型武器的反抗軍 面對蘇丹政規軍的戰機大炮 猶如唐壁黨局相當實力 他們在被判斷 他們還會來比出很多 的文化 他們會被判斷 人工人民經兵 日本和國際互動 他們证定 facility 沒有活動 當然 國際互動 都能保存 人工人 因為 我不懂 她為人物 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 人生在某些地方 比较值得比较值得比较值得 如果您在国际社会 您可以听到 其他人们会拒绝我们 像我们的犯罪是忘记的 没有人会听到我们的犯罪 这就是为了我们的犯罪 在经过几年的征战后 鲁巴山脉已经千疮百孔 苏丹卡图木政权的残忍 令鲁巴人民心理跟生理 都受到了无法恢复的创伤 这叔叔是 他只是去车车 去水域 他们拿水域 然后他们剥了 那是三年前 那是三年前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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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年 慢慢的过去 情况 并没有好转 连绵不绝的鲁巴山脉上 坐落着土砖搭乘的房屋 原本住在平地上的鲁巴人 因为战争爆发 他长期受到战机空袭 索性把家搬到山上 当战机来空袭时 他们就成了战火下的十丰难民 在我身后就是鲁巴人赖以为生的山洞 只要每次苏丹政府的战机来空袭的时候 他们就会像现在一样躲进山洞里面 等待等待空袭的结束 山上巨石之间的缝隙成为鲁巴人的天然屏障 但这也让他们的生活 产生了许多不变 这些巨石也跟有效的避难设施不同 有时候山岩仍敌不过炸弹的威力 你可显示我哪里被伤害? 它在这里 然后它进入 然后它从这里 然后它移动 所以它变得很难 尤巴人无奈的表情 诉说着战争的无情 苏丹政府为了让尤巴人在这里无法生活 无所不用其极 军队许多行为都明显的 违反国际日内瓦公约 除了冷血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之外 连医院在国际法律上禁止攻击的目标 也不放过 这颗就是由苏丹政府丢下来的炸弹 而这颗未爆弹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会爆炸 而在记者身后不到100公尺的地方 就是区域最优良的医院 但是因为在这个区域里面 总共有4颗像这样的未爆弹 因此地方政府将这里紧急关闭 但是也因为这样 让尤巴人们的医疗设施越来越缺乏 辽阔的空地一望无际 这里原本是尤巴山脉地区 唯一的一座机场 但在尤巴人揭竿而起之后 苏丹政府的军机将这里摧毁 掐断了这条重要的对外输送管道 而目前唯一可以运送物资进入的通道 是从南苏丹的伊达难民营 开车通过这条随时都有可能 遭到轰炸的山路 才得以进入鲁巴地区 我们的40公尺车车车车 必须来预送食物给我们的孩子 从来自苏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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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西区的山路颠簸难行 向右看就是峭壁相当危险 这样的路况在雨季更加困难 而这也让鲁巴人可以获得外界资源的可能性更加渺小 因为运输困难由NGO支援的小诊所也只能使用少之又少的医疗设备以及药品 在这里甚至简单的伤口感染也有可能会要了你的命 一张纸上写着挂号的英文 这里就是鲁巴山脉的诊所 外面满满坐着从大牢园跑来的居民 大家都在等待坎特斯医生看诊 小虫头痛大到紧急手术都要经过坎特斯的诊断 但问题是这间小诊所有可能满足整个鲁巴战区伤患的需求吗 坎特斯医生的要求很基本 但除了这些紧急的医疗设施之外 鲁巴人的未来在战争中慢慢消逝 但鲁巴人民相对也知道 穷不能穷教育苦不能苦孩子 为了鲁巴民族的希望 再怎么样也要守护下一代 教育以及传承知识的工作 就算在暂时也不能停 鲁巴山脉地区因为被苏丹政府列为禁区 联合国组织以及其他国际NGO 都无法得其门而入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美国NGO开入伙伴 费尽千辛万苦成功进入战区 甚至开始在这里建设孤儿学校 帮助鲁巴的下一代接受教育 教师长谷谷说的就是在鲁巴山脉最常发生的故事 遭到战争拆散的家庭在鲁巴水处可见 甚至连学校也无法逃过战火的波及 我们以这在一起建设每次 Hm 这间学校就被棘击了三次 这是这间学校吗 是的 这是这間学校 2012年 Just after the learners close up 这间学校就被检视了 中共逃离休息 他们 去假设 他们出现外地 便检视了 哇 對 所幸當時學校裡並沒有人拖著後果將不看設想 一顆用紙跟樹皮包成的小足球 就是學校學生們下課時樂趣的來源 這間擁有上百位學生的孤兒學校 只有一間小型的校舍 主要就是收容那些雙親都身亡的孤兒 學校也固定會提供午餐 並且給學生們都添上滿滿的一大碗 因為他們知道回家後 很有可能沒有東西可以吃 今天是禮拜一 每個禮拜一的上午 學生跟老師們都會聚集在一起 舉辦一週開課的儀式 學生跟教師們全部一起跳著努巴傳統舞蹈 迎接新的一週 雖然戰爭的威脅無所不在 但是學生們仍認真學習 並且在他們的心中都有著自己遠大的夢想 也在我身上身中 name is Neerao Suma and I will study in the future I wish to be a doctor so that the people who are sic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学生们一个个面对镜头 说出自己未来的梦想 虽然他们的童年 已经被战争的烟消 蒙上阴影 但是透过接受教育 他们的未来仍然光明 放学了学生漫步离开校园 在努巴山脉上的这场 不被国际注意的战争 虽然血腥 但是努巴学生们并没有绝望 他们渴望拥有更好生活的心 仍在继续跳动 近年欧洲爆发的难民潮 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相对欧洲收容难民 行之有年的历史及制度 非洲南苏丹的内战难民 几乎被人们遗忘 他们需要更多国际社会的人道救援 及关注 独立特派员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婷宇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